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想說一下Pokemon 衣貝的商品 之前也有拍影片講解過 去沖繩的時候買了什麼 這個也有講過 但是沒有很詳細的講解 現在就開給大家看了 這個就叫做HELLO... HELLO BUIL... 這裡寫HELLO BUIL 我不知道該怎麼讀 我們開來看看 這個就是2480 我開來看看這個是什麼 打開只有一隻衣貝在裡面 然後打開它 咦...開不了 太炸了,拿不到出來 好,拿到了 好奇怪 這個樣子很獵奇 它應該是要... 入電的,但入電應該是這個位置 好啦,現在就打開它 OK 好 打開它打開 它的屁股位 OK,開啟它 好啦,是小電來吧 那我先看看 OK 接著就插進去 接著就插進去 其實有點奇怪 就是說都... 因為基本上我覺得 現在那些... 那些商品 多數都是用USB 或者是一些充電形式 很少我還用電芯 我不知道大家覺不覺 我自己就很少用電芯 就是電池 是不是開了 有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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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他懂事 یا 蛤 蛤 蛤是不是要叫他的名字 蛤? 蛤? 可 pian 蛤? 他沒有說…有什麼指令 很痛啊 他沒有說什麼指令 Ewie 應該是Ewie Ewie Ewie 看到嗎? 神經病 Ewie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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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啊,其實不錯啊 試試遠一點的時候他會不會收到音 我先走遠一點 Ewie Ewie 小小的聲音都聽到 其實都 嘶 嘶 簡單一點就是用了 這個 嘩 他聽到自己的名字才會這樣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反應 看看 他可以唱歌 會笑 然後會零頭 還有什麼我不懂看 這裏 基本上就是 有一件事 他會不斷 聽你說的東西 作出一些反應 其實現在 我覺得Pokemon 在這方面可以再奪得一些 做一些產品 不只是這樣移動 可能再做多一點 應該做一些 類似一些虛擬的 一些 一些 產品 例如是有一個 之前我看別人的影片 都有一個初音的 擠入盒裡 一個箱裡 然後就用一些光 放一些影像出來 就是初音的影像 然後他就會做出一些反應 我覺得Pokemon也可以這樣做 然後呢 這個是給Pokemon 如果有Pokemon的人 有看的話 應該... 可以考慮一下 有這個構思 就是有一個箱 然後裡面 就有一個影像 就是你可以自人選擇 一個Pokemon的精靈 但是呢 你買了那個東西 它原本 可能只有比加超 或者伊倍 然後呢 如果你想要其他精靈的話 你就要買DLC 噢 發達了 立刻發達 我覺得 完全是無敵 如果他有迷EQ 我一定會買一個放在我家 每天回去 他就在迷EQ 有叫 我覺得不錯 我覺得Pokemon 應該是向這個方向去 但是如果你呢 放得久的話 應該都很瘋 他不斷在那裡說話 如果... 如果我開台的時候 他不斷在那裡說話 我想大家會覺得他很煩 不斷在那裡說話 不斷在那裡說話 對 我已經想像不到 如果是比加超 有多吵 BI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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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看法也可以留言給我 OK 我們下次再有開箱的時候 再見 各位 喜歡的給我一個Like 還沒訂閱 幫我按訂閱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